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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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村沒有圍牆 但是四周有水田 有廣毛的竹林 水田低 竹林則往上爬 片子在山坡上 這裡不算山 頂多只是比較外頭 村外頭的大馬路要高一點的隆起 邊界只離一長六 往下深陷的地面 蟲竹樹蟲旁直落落陷下去 沒法知道那有多深 卻在線口的邊緣 快樂的長滿了水漿花 又高又大 巨大的葉蟲巨大的花 細碎的柔細的花瓣 世事半成品 世事花朵還沒決定 要讓蟲子長成怎樣 是要肥大一些 讓花餓包住如同白色火把 還是要握細一點 飄搖一點 風吹過來 便展翅飛去 水漿花是遊移的花 一直到凋謝為止 始終在流與走之間徘徊 於是 越容易就疲憊了